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 刚刚起床 眼睛都是肿肿的 没休息好 准备去买菜了 前几天去菜上买猪肉的时候 猪肉是卖26亿斤 或者现在卖多少钱一斤了 走吧 我们去菜上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算成都前几天都比较凉快 因为每天都有下点小雨 今天没下雨 太阳一出来就感觉好热 还是觉得下雨凉快一点舒服 今天我们打算去留我们住房 远一点那个菜市场买菜 这个菜市场留住房 有一公里 应该走路要走十个分钟吧 去看看那边的蔬菜和租住价格怎么样 现在来到菜市场了 这里是一个大棚子摆摊的菜市场 里面有很多当地的居民在里面卖菜 我们先去里面买点菜吧 来到菜餐 今天的菜都好新鲜呀 大家看一下 先买个苦瓜 这个苦瓜好嫩 再买个土豆 这个土豆也不错 再买点竹笋 这个竹笋也好新鲜 再买点这个豆角 这个豆角也好嫩 再买点青菜 菜买好了 我们就看一下 今天的猪肉卖多少钱 老板 今天的肉多少钱加 24 24啊 又降了一点了啊 现在买菜回来了 买了一点菜 买了一点肉 花了有52多块钱 市场成都 今天的猪肉降价了 才卖24亿斤 比前期天一样的好几块呀 24亿斤的猪肉和其他菜式 比不知道是贵还是便宜 朋友们 你们所在的城市 现在猪肉多少钱一斤呢 欢迎评论留言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